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 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堂学三百首》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着上期的内容继续给大家讲解高市的阉割行中间的诗句意思 并且简单的分析一下这首编赛师的代表作品 那么上一期呢,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前八句的内容 主要是渲染了一个战争开始之前的一个紧张的氛围 那接下来从第九句开始,接下来的八句主要写的是战争的场景 而且很不幸,唐朝的军队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情况 因为大将比较的轻敌,而且东北边境的这个气候和地理环境啊也非常的恶劣 所以死伤比较多,咱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八句,也就是第二层 山川萧条,极边土,湖济平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仗下游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兮 身当恩欲,长青敌,历尽观山,未解围 好了,咱们来看一下啊 山川萧条,极边土,湖济平陵,杂风雨 这是在写自然环境和战争情况的恶劣 山川萧条,就是指这个山啊非常的荒凉 然后极边土呢,就是一直到了非常靠近边疆的领土 都是非常荒凉的景色 那湖济平陵杂风雨 平陵指的是侵略和冲击 意思湖人的骑兵啊,不断的来进攻 然后还天气也不好,还大风大雨 这样子给防守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因此怎么样 叫战士军前半死生 一半活一半死 说白了,已经死亡率达到50%了 那么这个战斗其实已经陷入了非常艰苦的状况 但是呢,在这诗人用了一个对比的手法 战士军前半死生 当普通的将士在前线出生又死的时候 这个大将在干嘛呢 叫美人帐下游歌舞 军队的元帅大将 他的这个中军帐里头 还有美女在那给他跳舞呢 什么意思啊 就是指这个当官的 这个领兵的人不体恤下面人的死伤 而且非常的轻敌 觉得你们随便打打就赢了呗 所以在这个军帐里面还在欣赏歌舞表演呢 还在泡妞呢 但是结果前线呢 已经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 那当然这个欣赏歌舞的这个大将 估计也想不出什么真正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后面叫大漠穷秋赛草衰 孤城落日斗冰西 大漠穷秋赛草衰给你渲染了一个秋天的这个边疆的非常衰落的景象 当然也暗示了战争的情况 所以下面就说了叫孤城落日斗冰西 就这么孤零零的一座城 被敌人包围着 也没有援兵 然后从早晨一仗打到晚上 打到落日时分 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够继续战斗了 斗冰指的就是能够战斗的士兵 西呢就是西少 已经非常少见了 所以到这为止 死伤非常惨重 然后后面给了两句总结 叫身当恩欲常清敌 历尽关山未解位 身当恩欲常清敌 就是说这个之前讲的天子非常赐颜色 因为皇上特别的关照 给了很多赏赐 给了很多鼓励 所以呢 这个大将军就轻飘飘的开始自恋了 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因为被皇上特殊对待 所以反而轻视了敌人 但是呢 在前线的将士 已经占到没有力气 也没有办法击破敌人的包围 所以这个时候战争陷入了苦战 那接下来的八句 在苦战的僵持之中 那么这些远竖边疆的将士 就开始思念家中的妻子 那家里的妻子呢 肯定相应的 也惦记着前线的战略 所以后面这八句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 边塞生活的困苦和思乡的感情 咱们来看一下 叫铁衣远树 辛勤酒 玉柱英蹄 别离后 少妇成男 玉断肠 征人济北 风回首 边风飘飘 哪可渡 绝遇苍茫 更何有 杀气三十 坐镇云 寒生一夜 船雕斗 那么这八句写的是边塞的困苦生活 我们先来看 铁衣远树辛勤酒 铁衣 当然指的就是这个铠甲了 远树 就是指穿着铠甲到很远的地方来防守边疆 那么非常的辛勤劳累 一天三顿饭的都要怎么样跟敌人作战 那么叫铁衣远树辛勤酒 这一句写的是边疆的老公 下一句玉柱应提别离后 写的是家中的老婆 这个玉柱 本意字面含义呢 叫玉做的筷子 这个柱是筷子的意思 那古人把玉做的筷子比喻什么呢 比喻的是两只眼睛 流下来的这个眼泪 就好像咱们今天漫画里头 眼睛一流泪 两条白色的就流下来了 对吧 古人管那个叫玉柱 所以玉柱你在这注意一下 这就是眼泪的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在和我告别之后 家里的老婆 估计应该已经哭了好几次了 叫玉柱应提别离后 接着后面给你直白的非常描写 叫少妇成男玉断肠 少妇当然指的就是家中的妻子了 家中的妻子啊 在成男等着老公回来 等着肝肠寸断 那么争人济北空回首 在边疆的老公呢 在冀北这个地方 也只能回头望着家乡的方向 身不由己回不了家 这个冀北就在咱们今天 北京的东北方向 天津有个下面的郊区线 叫冀线 就在冀线的北边 其实就是靠近秦皇岛 和山海关一带 叫称之为冀北 争人冀北空回首 然后边风飘飘哪可渡 这个句子有另外的一个版本 叫边庭飘摇哪可渡 边风或者边庭无所谓 庭就是指庭院的庭 指的就是边疆的意思 那边庭飘摇 就是在形容这个形势的危难 已经到了这个摇摇欲坠的 这个情况 叫哪可渡呢 就是哪里能够回得了家呢 然后绝育苍茫更何有 绝育就指的是边疆之外的 这个广大的地区 广袤无疑的地区 在唐代那个时候 咱们汉族人啊 很少有再到东北方向 更远的地方去的 觉得那些地方非常的荒凉 也没有资源 也没法种粮食 而且天还寒冷 不适合人类居住 所以称之为叫绝育苍茫 更何用 就好像与世隔绝的 这个荒凉的地方 然后杀气三十坐镇云 因为还在和敌人进行对峙呢 对吧 杀气腾腾的 就化为了天上的云彩 三十就指的早晨中午和晚上 这一天三顿饭的时间 天上那个翻滚的云彩啊 就好像是敌人传来的杀气一样 你看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艰辛 对吧 叫寒生一夜传雕斗 在半夜非常的寒冷 在夜里传来用雕斗打羹的声音 这个雕斗本来是用铜做的 喝水用的那个 跟瓢一样的东西 带个长瓣的那种瓢 但是在夜里头的时候 打羹的时候就敲打这个叮叮当当的这个雕斗 来作为打羹时候的声音 所以寒生一夜传雕斗 就是夜里面听着这个打羹的声音 睡不着觉 非常的寒冷 所以到这为止 写的是边疆的艰苦和争人私负的艰辛 那么最后这四句转入了总结和作者的议论 叫做相堪白刃血纷纷 死结从来起故军 军不见沙长征战苦 至今游易李将军 最后非常委婉的对带兵出征的主帅提出了批判 叫相堪白刃血纷纷 就是看那这个白色的刀刃上沾满了鲜血 叫死结从来起故军 死结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对国家尽忠 保家卫国的这种壮志陶情 顾勋的勋呢 就指的是功勋 指的是战功 说这些普通的将士在前线杀敌 都是要为祖国献出生命的 他们并不是为了去贪图那些所谓的战功和富贵 而只有那些当官的 带兵出征的这些大将 才会顾自己的功劳 那这个张守规这个扎人啊 咱们注节里头也写了啊 当时被弃丹打的大败 结果还谎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就这样的一个扎 所以呢在这儿就说普通的将士 都因为对国家的忠心而做了炮灰 他们的内心其实根本并不贪图 所谓的赏赐和功劳 然后后面就说军不见沙长征战 作者直接就说了 说边疆术首的将士 在战场上征战是非常的艰苦 叫至今犹豫李将军 这个李将军指的是汉代的非将军李广 为什么要怀念李将军 因为李广带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叫得人心啊 就是士兵什么待遇 他本人就什么待遇 自己有什么好东西 一定要跟军队里的这个将士要平分 就是大家所有人的待遇是一致的 就赏伐分明 而且同胆共苦 所以他的军队战斗力很强 但是你看张首归 刚才我们也说了 叫战士军前半死生 每人仗下游戈舞 对吧 把普通的士兵当作炮灰往前线推 自己留在后方享福 这个还寻欢作乐 所以这样的扎主攻 就属于军队们特别讨厌的将领 那所以他们不由自主的内心 开始怀念李广那样身先士卒 同甘共苦的名将 所以这里头自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批判 那么到这为止 咱们把整首诗的这个内容 做了一个简单的串讲 为什么说这首诗写得好呢 我们从几个角度上来说 首先第一个 从编赛师的情感角度上来说 我们之前总结过 编赛师大概不外乎这么几种情感 第一类叫做建功立业的豪情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决心 第二类叫做写出战争的残酷 和边疆生活的艰苦 第三类叫做怀才不遇 壮志难愁 或者是思乡怀人这样的情绪 所以大家会发现 这首诗歌里面 好像三种情绪都有 对吧 既有建功立业的豪情 也有边疆的辛苦和战争的残酷 还有这种怀才不遇 这种思乡的这种信念 对吧 所以这里头 等于把编赛师的这个主要的情感 囊括在其中了 其次呢 主要他的文采也非常的好 大家如果学过队友的话 你可以自己简单的看一看 从第三四句 男儿本字众横行 天子非常刺颜色 到后面的这个一直到结尾 杀气三十 坐镇云 寒生一夜传雕斗 到这儿为止 中间的这一大段 除了个别剧之外 全部都是队友剧 这也是唐朝人写七言乐辅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喜欢队友 喜欢修辞 那不光是队友修辞 非常的精彩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队友的过程中 他把整个事件叙述的非常的清晰完整 而且独来慷慨激昂 有一种非常悲壮苍凉的这种氛围 这样的一种写法 也是典型的盛唐时期的诗人才有的气象 所以这首燕歌行 即使在唐代这么多的编赛诗中间 也可以称之为是一首杰作 所以这个也是高氏在编赛诗态中间的一首代表性的作品 大家在阅读的时候 要多多体会其中的这个手法的运用 除了队友之外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战士军前半死生 美人仗下游歌舞 非常精彩的一个对比 通过对比写出了军队内部的黑暗和普通士兵的艰辛 这个艺术手法咱们也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时间关系 咱们这一期节目先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